下面跟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这个解除线速的一个操作手法 希望大家在后面调线速的时候按照这个操作手法去操作 开始 第一步 右手握住转砂把握到底 然后第二步 打开电源锁 连续松转转拔砂把两次 砂把不能松开 转动两次后 停顿三秒钟松开砂把转拔 然后转动转拔 看电机的转速有没有所提高 这就是一个解除线速的一个状态 然后跟大家演示一下 调低速的一个操作手法 然后关闭电源锁 然后手握转砂把 握到底 打开电源锁 停顿三秒钟之后 然后松开转砂把 然后电机现在处于一个低速状态